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缅甸的涛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个中国人呢 他在缅甸开这个小型超市 他能每年赚到上百万的利润 这个上百万的利润呢 并不是靠他从超市里面卖东西 然后赚到的上百万 而是呢 在这个超市里面呢 隐藏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商机 然后他靠这个商机呢 他赚到了每年上百万的利润 然后这他是怎么赚到的呢 我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这个隐藏的商机呢 就是这个货币兑换啊 怎么兑换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来缅甸做生意呢 我们肯定是不能直接把现金带过来 缅甸虽然也有我们中国的银行 但是他不办理我们个人的业务 他只办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这个业务啊 那如果我们想在缅甸做生意的话呢 就必须找到一个比较合法的这个途径啊 把这个国内的钱呢 汇到缅甸来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超市呢 就里面有一个支持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的一个这个方法啊 所以呢 我们就会找到小超市 通过小超市呢 把这个我们国内的钱呢 汇到缅甸来 就是说我们微信转账给这个超市的老板 然后老板呢 直接给我们的免币现金 首先如果说是你想做这个货币兑换啊 你必须有一个你自己的上家啊 你有一个你可以把那个别人 从别人手里兑换到的钱 然后呢 你再跟你的上家兑换啊 可以赚到这个汇率差 我来说一下 这个超市老板呢 他怎么赚取这个汇率差 我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 我每天呢 会给这个我的上家打一个电话 比如说今天的免币的汇率是多少 比如说今天的免币是一人民币兑换 两百零五这个免币 那如果说是你来我这里兑换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你 就是一块人民币呢 兑换两百免币 就比如说 如果你是想换十万人民币 对吧 那你给我微信转账十万人民币 那我给你的免币现金呢 就是两千万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微信 你的这个十万人民币呢 转账给我的上家 然后我的上家呢 他就会转给我 两千零五十万的这个免币 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次赚取汇率差 我赚了有五十万免币的这个 利润也就是两千五百块钱 同样的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赚到钱 对吧 你想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 那你也可以跟这个超市老板兑换 比如说你给他免币现金 对吧 然后他给你微信转账人民币 也是可以的 像这种小超市的话 时间久了的话 他们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客户啊 就会经常会有人去他 他们那里呢 呃换钱 所以呢 他开超市的好处也是 他有一个稳定的客户员 呃 所以呢 在免带呢 开这个小超市呢 他赚到的钱呢 呃 超市里面赚到的钱呢 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呢 这个换钱 会货币兑换赚到的钱呢 才是大头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